近期,刘诗诗领衔主演的《一面观山》正在热播中,作为该剧最具看点的大女主,刘诗诗无论从状态还是从演技来看都是有目共睹的好,尤其是她饰演的人如意,以超强的武力值与清醒独立的人设,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与好评。 对于女主角刘诗诗来说,这部剧可是让她吃尽了苦头。近日,一段刘诗诗在拍摄打戏时累到虚拖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。在这段视频中,刘诗诗熬夜拍摄打戏,看上去非常疲惫累到虚拖,几乎要阴导。然而,这段视频并未被正片采用,让许多观众感到遗憾。 对此,一念观众巨方赶紧辟谣,说根本没有这回事,刘诗诗路透内容在31集还未播出。刘诗诗诗诗学舞蹈出身,拍打戏就十分出圈,愿意亲身上阵拍摄那么多打戏,剧组怎么会舍得减掉这些戏份呢? 刘诗诗在线下活动中被问及这些高能打戏,她表示因为长时间没拍打戏,为此有提前进组训练,在完成了打戏之后很有成就感,有的时候越拍越开心,甚至还提出过想再拍一些威亚和讨招。 可见刘诗诗对待每一场戏的用心和真诚。